这个是我用T呈现数值标签 还有很多人很喜欢念数值 等一下我在讲那个知识撰写的时候 您就要好好仔细听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看到 因为这有一条线格在这边 这有一条线格在这边 所以能不能去画它的趋势线 显示趋势线 它会说不行 这等一下请各位知道一下 因为所谓趋势线 一定要是有相关的数值 那你会说2014完毕之后是2015 不是 这边的意思是指说 2014计算出来这一个单一的平均值 它的下一个连续不是2015的这一个的平均值 记得在这个地方线条已经隔开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常常会加这个趋势线 方便我们来去做说明 那你会说那如果现在不能这样画 绝对不要画 你不要硬是想办法 让我去做违反那个专业的事情 可以吗 真的 我就看过有些人 直接就去简报上面 就加一条曲线 好 真的 这个给面统计的人看 那是笑话 好 就是不专业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去看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这个字不清不楚 对没错 假设我希望把那个这个标签字稍微设深一点 因为我现在设定好以后我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因为我我我我个人喜欢的做法都是用重复 我不希望说类似的事情 我要一而再再三一直重新开始做 好 所以我都会用重复这个工作表 视觉化页面来去减少我的那个画图时间 好 首先 首先假设我觉得我希望把这个 X轴的颜色色深一点 滑鼠右键点它 一定有看到设定格式 就是假设你要设定这个是坐标轴 或者是你要设定它的标签 反正点选 滑鼠右键点选 然后设定格式 好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设定格式 接下来你就要懂什么叫做标题 什么叫做窗格 可是我我希望说 你看一下 假设你点到这一个用右键点它设定格式 跟用右键点它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这些的格式会一起做修改 所以设定格式 没问题 点下去 你会发现左边这个设定度量名称格式 格式 本来是不是记得是维度跟测度 现在叠上来 它放在最左边 提醒你一下 好 我希望你稍微知道一下 现在我们是要去修改渡量名称 现在我们要去修改的是渡量名称 就是它 渡量名称在这里 渡量名称有什么 有这一个 有这一个 好 那接下来 在渡量名称里面 又分有标题跟穿格 这是标题 这里面是穿格 好 例如说针对标题 标题 字体 请把这个字体去检查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里面本身就有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标凯体 标凯体 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的那个计划 我们都是标准的字体 都是用标凯体 然后 接下来 字稍微设大一点 例如说设到12 因为它是标题 因为它是标题 出体 出体 这样是不是感觉就清楚多了 你有没有发现预设的颜色是有点偏灰色 请点黑色 而且呢 你会发现当你预设改好了 这边合计 总和都会跟着改好 那你会说合计在什么地方 现在暂时没有用到 那我们顺便也把这个窗格改一下 这个窗格 好 首先字体 字体 窗格里面几乎都是数字了 所以这个字体比较不用改 假设我今天我把字改成12出体 应该这么说 它没有窗格 等一下这里面就会有窗格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来改这一个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栏位 好 最简单一个做法就是滑鼠右键 然后 这边 这边叫做设定格式 点它 它这边又分轴 这就是轴 好 一样把字形 逮成标台体 然后12 出体 黑色 你看 这边字是不是就变比较出了 好 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一个学生问过 他要把这个字改方向 这个字 这个值 好像这个改方向在这里面 然后可能要找一下 因为应该是转一下这个 就是 就是 你可能要 针对这个 这个的栏位 去修改 它的标签 因为这边还没有介绍到 先不谈了 好 请问一下 呃 川阁好像是这一个叫川阁 刚刚没有改到川阁 好 继续再改一下 滑鼠右键 然后设定格式 然后针对这个杜梁的川阁 川阁 因为就是这一个部分 所以把它改成 例如说 因为都是数字 数字我改成 有一个叫做 Areal Break 这个 好 既然它不让我改 那最简单一种做法就是滑鼠右键点它 设定格式 然后再去修改它 可以听得懂吗 因为 因为如果从这个地方 我们没办法判断它到底是什么 那很简单你就对着它滑鼠右键 然后设定格式 然后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个我要改成Areal Break 这个 字大小改成12 哦 它不听我的话了 那标题呢 这个标题 标题我一样改成标台题 就是窗格 我刚刚点这边嘛 的窗格 那标题 针对标题 我改成Areal Break 12 改了 改了 黑色 好 那相对的这个统计日期 设定格式也可以做修改 好 针对这个栏位标签 把它改成 因为它是中文字 所以标凯体 的12 出品 一色 好 那我想针对 我为什么现在一定要花时间去教这件事 是因为接下来我就希望用这一张图里面 已经修改好的格式 我就不要一直那边换来换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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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